小兰到底强不强 有说她用6000亿张起包符逼出了带头的伊叶纳吉 实力能排在小组织前列 也有说自来也随手丢的两个小技能就能将她拿下 强不到哪儿去 并且关于小兰的质到底怕不怕火盾和水盾 能不能免疫物力攻击 6000亿张起包符到底算不算小兰的实力的讨论 也一直争论不休 本期视频就通过小兰仅有的几场战斗来分析一下小兰的实力 解答一下这几个问题 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 小兰首张的对手是她曾经的恩师自来也 她的人数是将身体拆分成纸片的视纸之物 可以直接捂死对方 也可将纸片平成长枪等武器 花样特别多 随后自来也喷出炎弹被小兰的纸片挡下 紧接着自来也在躲避小兰的攻击后 扭头一口油 加上乱狮子发枝术便倾住了小兰 整个过程不超过5秒 由于油粘住了纸 小兰无法通过视纸之物来拆分身体逃脱束缚 自来也只要在街上一发攻击就能击杀小兰 所以小兰的实战首秀可以说是非常狼狈 但动画里却在前面加了一段自来也的火盾 与小兰的纸对拼的戏 结果火不敌纸 再加上刚刚只挡下了盐弹 于是大家得出结论 小兰的纸不怕火 第二次是在陪恩入侵阶段 小兰的纸分身对上了油女一组 漫画里所传达的信息 仅是从啃食了纸 小兰的人数被油女一组破解了 到此就结束了 但动画通过加戏变成了小兰用起爆符炸开了虫 油女一组被小兰玩爆 考虑到后面 小兰却有使用起爆符作战的能力 那姑且当这一段是动画合力的原创吧 接着小兰从火源中缓缓走出 只能说小兰提前淋过水 所以不怕火 可不敢胡说啊 我们先不管身上淋过水就不怕火的设定合不合理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两次只不怕火的剧情 均为动画原创即可 再来是水 雨影村常年下雨 小兰将纸改良成了防水的油纸 这倒没什么 但是纸不沾水和我不怕水冻攻击应该是两码尸吧 是不是只要我穿上雨衣 水龙蛋就无法对我造成伤害了呢 总之 说小兰的纸不怕火冻和水冻多少有点勉强 接着是小兰的落幕战 这是小兰的风神之战 也是她的弱点全部暴露的一战 起初我们都认为小兰可以通过失职之物化解大部分攻击 期间不管纸片是被虫啃食了还是被火烧了 小兰都可以重组身体 本体维持无伤的状态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为了和袋兔同归 小兰将身体拆分身纸片 同时在里面混入了起爆符向袋兔扑去 小兰知道如果直接用起爆符去炸袋兔的话 袋兔必定会虚化身子来躲避 只有自己上 引诱袋兔抓住自己的实体化的空隙 起爆符才能攻击到她 然而袋兔在暴露的瞬间 用神威吸收了部分起爆符 规避了大部分伤害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小兰自己也受到了暴露的伤害 快感谢我吧 这句话就证明了 即便小兰用狮子之物把身体变成了纸片 但只要攻击这些纸片 本体依然会受到伤害 之前我们以为的不怕火盾不怕水盾 那只是因为纸本身有一定防御力 可以抵挡诸如火盾炎弹这种程度的攻击 但只要攻击超过纸的防御 小兰的本体依然也会受到伤害 而纸的防御预值 这场战斗也给到我们了 就是取爆符的破坏力 现前小兰能挡下自来爷的炎弹 仅仅是因为这发炎弹的伤害不够而已 和她是不是火盾没有多大关系 接着小兰亮出了她的底牌 6000一张起爆符 这时小兰提前用神之指者之术 将起爆符伪张成海 背在那儿的十二手锏 6000一张起爆符 数量之多 威力自不必多说 这里主要的真意点是 这6000一张起爆符到底算不算小兰的实力 认为不算的人觉得 这些起爆符是小兰实现准备的 和路玩提前挖好陷阱 又不费断是一样的性质 对于带徒来说肯定是不公平的 但凡带徒和小兰换个地方战斗 这些起爆符就成摆设了 认为算的人觉得 起爆符和苦无手里剑一样 都是人剧的一种 本来就是要实现准备的 傀儡师的傀儡需要提前做 吃完还要牙先养几年啊 这些在众人考试上都是被允许使用的 那起爆符自然就得算小兰的实力 我个人觉得 根本不用去纠结起爆符是从哪来的 也不用去在意6000一这个数字合不合理 就好比你会去管天天的人剧 是他买的还是他家里造的吗 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件事 那就是小兰有没有能力 像天天那样在战斗中 随意召唤出这些起爆符来使用 如果小兰可以 那这些起爆符就是他实力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了小兰是可以的 他对带徒的第一波攻击 就召唤出了起爆符 控犬用直海连续不间断轰炸带徒10分钟 还被小兰魔女过多次 否则何以得出6000一张 可以炸10分钟的结论呢 你可能又要说了6000一张起爆符这么多 小兰的查卡拉够吗 拜托人家有6000一张库存 难道每次战斗就一定要用6000一张吗 这就跟蝎的百机卷轴里有298具傀儡 那蝎战斗时就非得全部放出来吗 人家不能一个一个的用 不能五个五的用吗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天天 他可以一次性用完卷轴里的所有人剧 也可以一个一个的扔啊 为什么总有人觉得人家有多少 就必须要用多少呢 一次性召唤全部的6000一张起爆符 可能是有难度 那1000张100张呢 小兰攻击带兔时总共就这么颠值 其中一大部分还是小兰自己的身体 带兔还吸收了一部分 剩下的都够炸断带兔的半条胳膊了 那应付日常战斗 召唤1000张起爆符出来 估计都有得甚 小兰最强的打法就是用神之指者之术 将起爆符融入环境之中 杀对手个出奇不易 毕竟神之指者之术的伪装 也写人也都无法看砖 到这里小兰在漫画正片里的所有战斗就结束了 但有件事大家是不是忘了 就是小兰免疫物理攻击一说 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她与自来野由女和戴徒交出过程中 我们可没有看到小兰免疫过物理攻击哦 这就不得不提游戏 火影忍者究极忍者风暴革命里 小兰奢富歇的这段CG动画了 虽然整部小传身的时间线错得非常离谱 但人家游戏官方声称这是有案本兼致的 有没有含金量和残口价值 放到一起讨论就见仁见智了 但不管怎样 一个角色的多项能力设定 仅都出自原著漫画以外的地方 我不是全盘否定 但说句有水分应该不过分吧 综合来看 小兰的试质之物赋予她攻击 防御 飞行 侦察等多项能力 但值本身在攻击端并没有表现出多强势 需要靠其暴覆来提高上限 其暴覆在高端局虽然有些掉价 但伤害并不低 且通过神之指者之术的伪装 难以被识破 杀对手可措手不及 是请而易举的 实力评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